想要如果有什麼中文字的打架 什麼下輪 翻就翻下來 好 小心一路往日茂 過松仁路 對面第一次電線桿 上面有字條 違憲 會告訴你如何拆除炸彈 就是這樣 他說很簡單 我就是要錢 你要準備六百萬了 而且是要用千元的舊鈔 他小的很危險 小的很危險 當他爬上這個梯的時候 他叫他的技師 穿過一遍 我當著爬上去 不然就炸了 歡迎收看台灣喜事錄 我說什麼想 麥當勞是台灣第一家的漢堡素食店 他在一九八四年的時候 被引進台灣 但當年還被質疑 台灣人吃得慣這種美食食物嗎 而且也賣得太貴了吧 一個牛肉漢堡 現在就要賣你六十二塊錢 別忘了 當年還只是一個 吃一碗陽春麵 只要十塊錢的那個年代 台灣人捨得花這個錢吃漢堡嗎 結果沒有想到 第一家開在台北市民生動物的麥當勞 開幕的第一天的業績 竟然就破了麥當勞的世界紀錄 短短幾年之內 全台各地到處都可以看到 這個平行的金字狗 可見麥當勞他帶起了當年台灣的素食風潮 但沒有想到數大高峰 麥當勞被帶出給盯上了 在一九九二年麥當勞總公司 接到了一通恐嚇的電話 內容是你們公司被放的炸彈 就在停車場下坡 左側花台上面 有一個康貝特的瓶子 趕快去拿 員工聽了之後半信半疑跑去看 果然發現了在這個瓶子裡頭 放了一張幾條 而上頭寫著麥當勞幾個分店 已經被我們放了六枚的炸彈 而其中有兩枚是定水炸彈 一號炸彈設定的時間 就在今天中午的十點鐘 而三四號的炸彈 設定在今天晚上兩點半 其他的四枚 都是水銀開關引爆 歹徒還特別說明 水銀炸彈的特性 就是非常地敏感 只要一被觸動就會爆炸 如果沒有我們的指示 警方也不能拆除 因為每枚的炸彈裡頭 都附裝了重武器 絕不虛假 歹徒說他們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要錢 多少錢呢 要新台幣六百萬元整 而且還指定 通通都要一千塊錢的舊超 一分一好都不能少 而且要在今天晚上十點之前 把錢給準備好 裝在不值的麵粉袋裡 但麥當勞願意給錢嗎 而警方又該如何處理 台灣治安史上 這一起炸彈恐嚇案 打電話的人是想說 你們總公司樓下的停車場的 那個花圃裡面 有一個東西在那邊 那你們派人去看看 那個總計人員想說 是不是在開玩笑啊 第二次打電話的時候 總計人員想說 那我寧可信其有 總計人員就跟上級去反映這個事情 打電話給他們總公司的轄區 那個大安分級 那他們告知說 歹徒有放一個 恐嚇性是放在 康貝特P的空瓶子裡面 因為我本身是財政出身的 所以我們當時候處理這個字條 非常的小心 據傳當時由長官要求 影印恐嚇性內容 通知其他分局 但皇家路趕緊阻止 就怕影印後證據沒了 採取相關的生物激症 我們都要特別小心 因為有一些是怕水 有一些是怕高溫 那所以這一部分 我們是事實上滿慎重的 把這康貝特P的裡面的紙條 仔細的起訴以後 那才知道他有放水銀炸彈 在鳴盛東路的麥當勞分公司 以及松仁路有一個爆裂物 皇家路緊急通報轄區 松山分局跟信義分局 並且把恐嚇性等證物 送到刑事局監視中心財政 那後來一看發現不得了 內容嘛它之前是說麥當勞公司的 台北有幾個分店 被我們放炸彈 那有兩個是定時裝置的 引爆的時間是中午12點 跟晚上2點半 另外有四個所謂的水銀 裝置引爆的炸彈 那他也沒有講說是放在什麼地方 已經把它的所有的狀況都告訴 這是一個不穩定的一個爆裂物 因為它水銀是一個不穩定的物資 所以你如果平衡感不對的話 它就會引爆 他說很簡單 我就是要錢 你要準備600萬了 而且是要用千元的舊鈔 裝在那個布的資料的一個麵粉袋裡面 要跟他們恐嚇600萬 如果不寵的話 他要用炸彈來炸他們的分公司 他有一個地方 他用手寫的又架上去的 他說民生分店 歹徒指出 在民生店放了炸彈 警方趕快派人過去 同一時間歹徒動作頻頻 又再打了電話 小心一路往日茂 過松人路 對面第一次電線桿 上面有字條 所以告訴你如何拆除大膽 就是這樣 喂 第四通電話 再次強調 趕快去松人路附近電線桿拿字條 等到第五通電話再打過來 歹徒要找麥當勞總公司 寬達的孫信總經理 對不起 孫信憲不在辦公室 請問您哪裡找呢 告訴他明天四天五 再打電話上去 每當電話聲響起 就讓麥當勞總公司 團打公司和警方這邊 又緊張了一次 到底歹徒又有什麼新動作 另一頭恐嚇性點名的民生店 氣氛更是緊繃 好 歹徒真的在民生店 放了炸彈嗎 為了安全起見 警方立刻疏散現場所有顧客 清控了現場 然後進行搜索 結果在一樓男生廁所的 天花板的那個夾層裡頭 發現了一個綠色的茶葉罐 上面貼了一張字條寫著 炸彈互動 真的是炸彈嗎 防暴員透過了X光機來檢測 發現了裡頭 真的是一個水銀開關的炸彈 而這種炸彈特性就是 只要炸彈本身被移動 那麼在裡頭的水銀 也會跟著流動 當水銀接觸到了兩個電極的時候 它就變成了中間導電的面界 一通電的結果就是引爆了炸彈 換句話說 除非你有把握在把這個炸彈 從天花板上面移下來 整個過程當中 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不會有任何輕微的晃動 否則炸彈就會被引爆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機會 能夠把這個炸彈 移到了外頭的空晃地區 去進行時間 那該怎麼辦呢 警方管制人員進出 不過麥當勞名聲店的員工 徹底清查全店 果然發現了疑似爆裂物 聊了這一間的這個地方 天花板上面根本就完全看不到 這個其實 這位置是很特別的 歹徒放置炸彈的位置 是在麥當勞名聲店 一樓南側天花板 隱約可以看見一個綠色茶葉罐 上面貼有炸彈霧動字樣 警方第一時間通知台電人員 到場斷電 也緊急通報刑事局的防暴人員 來處理 危險危險好不好 離開離開 隔著透明玻璃 看見防暴人員 從袋中拿出了防暴衣 準備著裝 氣氛相當緊張 這次任務是台灣治安史上 最棘手的炸彈處理案 國內第一件呢 因為恐嚇 然後你用爆炸 而且是真的 爆裂物引爆了這樣的案 還原事發經過 那時防暴人員透過S光機檢測 發現這是一個水銀開關裝置的炸彈 對爆裂物引爆 我簡單講 它最可怕的 不是炸藥的本身 而是它的開關 所以水銀裝置就是 液體的金屬 所以你一碰的時候它會咬 一咬的時候就會把 兩個電極就會接開 當然抗洞也是算非常可怕 你根本還不知道的時候 你一碰它就炸了 這個水銀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個液態的金屬 然後液態的金屬 像現在是沒有Touch到它的開關 因為它的線是平行的 所以現在是Office狀態 就是不導電的狀態 你稍微碰一下 它就導通了 燈亮 燈亮了代表通電 我們穿的地方就是把它移走 然後到安全地方 移走就結束了 但是水銀抗洞的話 你讓你移 就才能爆炸 當然你也經過透視了 它是一個真的是水銀裝置 你不能去碰它 那為什麼還會引爆呢 因為以前沒有這種處理經驗 沒有爆裂物處理經驗是很多 可是放在天花板還是頭一件 水銀開關讓炸彈宛如燙手山芋 痛不得 而且天花板上放置爆裂物 前所未見 一旦在密閉空間爆炸 飛死之傷 其實爆炸在產生的時候 我們是那火藥 你要知道火藥是固體 一顆一顆的火藥 變成氣體 它的體積是膨脹八百倍 八百倍 你就知道 你看固體變成氣體嘛 氣化了 體積膨脹八百倍 所以你看那些氣泡 都從玻璃開始過 那一間房間裡面 最脆弱的出的玻璃當然 就是人體 所以在室內的話 對防暴人員使他的壓力會更大 這個茶葉罐最重要的 它裡面有參著了 TNT就是高保養 如果單純只是黑色火藥 可能威力還沒那麼大 那最主要是參著了 軍用高保養叫TNT 這個TNT爆炸威力是很強大的 也就是說 在滅閉環境又遇上水銀抗洞開關 加上TNT高爆藥 這些因素加乘起來 危險等級拉到最高 暴力物處理只有零分跟一百分 沒有什麼九十幾分 所以要嘛就是完美的處理掉 要嘛就是遇到的話就是災害 因為我們爆裂物最危險的是暴震波 就是產生的一些壓力爆壓 你距離越遠就越安全 所以你即便穿了防暴衣 你很接近爆裂物的時候 它還是有一定的貢獻 拉爆就是簡單講 你現在用手把它拿開 它就炸掉了 可是用繩索活結嘛 活結圈到以後我拉的時候 慢慢它就會緊縮嘛 緊縮再用力拉它就倒下來 繩索你拉了十公尺都可以拉 十公尺你那個威力就很小了吧 對不對 繩索拉爆就是把那個距離拉倒 當時大家討論的節目 最後是用拉爆 這絕對是正確的 就是拉爆的方式是怎麼樣做的 經過了專業的分析討論 看來只有一個選擇了 就是在現場拉爆 而方法就是要把一個繩索的活結圈套 套在這個產業罐上面 然後慢慢地把這條繩子 延伸到一個安全的距離之後 再用力一拉 把這個水銀炸彈給拉倒 把它引爆 而當時負責執行這個危險任務的 就是防爆小組的成員 楊記章 和他換上了厚重的防爆衣 他叫所有的人撤離現場 他一個人走進了這間男生的廁所 他全神貫注小心翼翼 眼看著他幾乎已經順利地完成任務了 他把這個繩索的活結 套在這個茶葉罐上 但卻沒有想到 在他準備走下旅梯的時候 這條繩索竟然被拉動 現在拉 拉在這裡 防爆小組那時決定 用繩索拉爆方式進行 而負責處理的是楊記章 在他身邊的留印中 不僅是同事也是他的同學 特別這樣叮嚀楊記章 想要如果有什麼中文字的楊記章 什麼事啊 班就班這樣好了 好 這樣呢 因為班是劉映宗的班 他當天去柔道比賽 而最後換成楊記章 當時在處理的時候 劉映宗已經柔道訓練結束了 已經到現場了 然後他又跟他講說 那是不是換回來 知道吧 就是說換我來處理 要不要換什麼 那楊記章他就想說 今天既然講好了 就是一個講在一個信用嘛 講好的事情 對不對 今天換我的班 即使我知道他是抗動 即使我知道他有TNT等等 這些東西很危險 謝松善從過去受過的 防爆專業訓練 試圖還原 楊記章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第一個呢 有可能他在處理 因為沒有燈光 再加上熱 熱了以後 那個靜一定會產生霧 防爆衣又重又悶 況且生死交關 心跳和腎上腺素飆升 楊記章滿頭大汗 油音中拿毛巾幫他額頭 臉頰來回擦拭 卻抹除不了 籠罩在空氣中的未知恐懼 以及炸彈奪命危險 你看那個防爆衣啊 你不要看他只有30公斤 30公斤啊 平常訓練是30公斤 你在處理爆裂物的時候 他就是300公斤 因為他的壓力就來了 不知道你面對什麼東西 你面對的 或者是假的 運氣好是假的 運氣不好 遇到一次就完蛋了 明明知道你就是不能動 但是責任所在啊 那所以我在想他應該就是 抱著這種所謂的捨我取水 捨我取水這種心態 你勇敢的方式 如果衝第一線嘛 就跟作戰一樣啊 作戰你今天不衝第一線 第一線是 就是要擋子彈的嘛 那你今天不衝換別人 那就是別人要來擋子彈 他那種職人的精神 是指導你今天 知道吧 今天就是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楊姬章需要什麼幫忙 越緊張 那一定這個出處的機率就越大 所以他當時希望把 情緒跟狀況稍微喊一下 就說啊 等一下我們同學等著 你要吃這個吃大餐嘛 到桃園什麼吃鵝肉 對不對 鵝肉的大餐 那同學有調侃一下 開玩笑啊 那就請你吃麥當勞啊 萬萬沒有想到 楊姬章卻永遠無法復約 那最難得的時候 他曉得很危險 曉得很危險 當他爬上這個 這個履梯的時候 他叫他的 技術 穿過一遍 我當時爬上去 危險就在眼前 關乎生死 不退縮 不逃走 英雄勇往直前 楊姬章 在履梯上的這一幕 竟然成了職情 最後聲音 當時他已經準備要下 繩索也都準備好 所以我在想 可能這個時候 不相信夢到 你繩索從天花板到底下 也有一定的重力 那你怎麼會去考量到 這個繩索在垂掉的力量呢 還有他下來的那種 動作去 台語叫 去拉動了那個繩索 他後面叫一個隊長 是不是說 要跟隊長講過 好像狀況不對 還是怎樣 不然 就炸了 他就開始緊張的 趕快大家救了 你在等待救護的時候 一秒鐘 你會認為是一個小型 過程之中 護士也告訴他 你一定要叫他 跟他講話 讓他不要昏迷 一聲緊急搶救 跟死神拔河 因為看看爆炸現場 就知道威力多強大 已經爆炸以後 整個現場是支離破碎 然後你隔開的那個牆壁 都被炸開成一個大洞 是出目驚心的 戰爭空襲過的一個廢膝一樣 就是這個樣子 天花板坍塌 薯條噴飛 現場殘破 漫目瘡魚 楊姬張身上的防暴儀 炸得破爛 護胸用的堅硬鋼板 凹陷變形 頭盔破裂 防護面罩碎裂 劉映中他講的 當時就有一張暴震波 就往外掀血 那個波那個速度是非常快 一秒鐘甚至於到幾千英尺 這樣的一個爆炸 所以他兩隻手都全炸斷 然後內臟其實都正確 你看連那個很厚的防暴的鋼板 都內凹了 那表示當時瞬間的衝擊力是很大 那一爆炸之後呢 空氣往外擠壓 往外擠壓裡面整個 又會再縮毀 所以一來一回 這樣子對當時在場的人 傷害其實是滿大的 楊姬張的五臟六腑 瞬間大出血 傷勢太重 失去了寶貴性命 大好人生 停格在二十四歲 他手一臟 這個手沒有了 他沒有手啊 在凌晨的時候我就看到 我講 叫得很大 他一直很沒講 就沒人了 他嚇了 我就說 就沒人了 沒講一句話 然後我就說 那也給他 叫大一句話 好 防爆小組楊姬張 他不幸因公殉職 這一起爆炸案震撼了台灣社會 歹徒他是真的放了會引爆的炸彈 而且還不止一個地方 同一時間在信義區也被放了炸彈 歹徒在勒煮電話裡頭提到 你走信義路過世貌 到松人路上面 在對面的電線桿上 你會找到一張紙條 它會告訴你接下來如何拆彈 警方趕到了現場 果然找到了這張紙條 上頭寫著 電桿 後草叢中 這個寫錯的字呢 應該就是草叢的叢 好 在後草叢中 有一個炸彈 但是沒有電源 你可以帶回去驗證 絕對安全 這股恐慌的氣氛 持續地慢 隔天在永和的麥當勞 也發生了爆炸案 造成了兩名員工重傷 還有兩名學生輕傷 而同一天在林森殿 也發現了可疑的暴力物 幸好它順利地被擊檢 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 然而在短短的兩天之內 在北台灣有四個地方 被放了暴力物 而且還造成了人員不幸傷亡 還有哪些地方 也可能被放了炸彈呢 麥當勞因此下令 全台灣所有的分店 暫停營業 甚至連肯德基 他們擔心也會成為 下一個恐嚇目標 他們也宣布全台體驗了 在那一時之間人心惶惶 警方務必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抓到歹徒 但問題是這狡猾的歹徒 留下了什麼破案的蛛絲馬跡嗎 終於在草叢中找到炸彈 同樣是水銀抗凍裝置 防爆人員用水炮集結 另外電線杆上看到兩張恐嚇字條 寫著電線杆後有炸彈 帶回驗證絕對安全 另一張重申 若沒準備現款六百萬 即刻執行極端報復 所寫的這張字條來講的話 它寫得很工整 那我們猜測應該是 它是有所謂的做作 那它的主要用意應該就是要 如果是我們以後 在偵查的時候 會不會去比對筆跡 歹徒嗆瞎不給錢就報復 同時在夜色中蔓延 這一夜好漫長 隔天在麥當勞永和店 二樓顧客用餐區後方的 南側天花板上 竟然發現了茶葉棺跟炸彈誤洞紙條 不幸的是炸彈也爆炸了 據我所了解 好像用一個燒把 燒把的那個柄去 稍微等一次出錯看 這要把出錯看 同時下這樣的一個距離 還有加上天花板的一個阻隔 差不多也叫做兩公尺多 這樣的一個距離 所以它的威力我們換算 差不多也等九分之一 儘管距離拉遠 不像楊記章這麼靠近 爆炸威力緩解 還是造成電經理跟員工重傷 還有兩名用餐學生輕傷 一個多小時後 台北市的麥當勞鈴森店 二樓南側天花板也發現爆裂物 有了前車之鑑 防爆小組這次改用水炮集結 成功解除危機 還好沒人傷亡 然而 從麥當勞民生店爆炸之後 東南路發現水銀開關炸彈 到隔天 永和店 林森店 接二連三發現爆裂物 共釀成一死死傷 在他的恐怖製條上面 他做了十個 後來改成六個 所以因為他其他的炸彈放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假的 也沒有人知道 因為有好幾間都有這種爆裂物 當然一般的老百姓看到電視之後 當然他們會不敢再去 而且父母就交代小孩子說 這個不要去怎麼樣 所以這個事情就引發了大家社會的恐慌 所以麥當勞店不得不下令 所有的店就停止營業 肯德基等等這些外來的這些店 也非常的緊張 也下令了所有的店暫時的停止營業 鹹飯是用那個茶葉 什麼樣的茶葉罐 製作這一種爆裂物 有燈出來就是看看一般的老百姓 是不是有那個可以檢舉出來 在那個茶葉罐的他們 也有人去檢舉 警察要把他攔下來 真的是去問 各家業者緊急停業 民眾忍心惶惶 社會籠罩在不安氣氛中 檢警換壓力更大了 對 木板隔間 那這邊整個都破了一個大洞 對 都破了一個大洞 馬桶蓋 馬桶 還有就是木板的廁所門 通通都變 這邊整個都燒熏燒黑了 對啊 因為爆炸 又產生高熱 爆炸現場殘破 高溫讓激震幾乎都破壞了 找線索得從其他政務下手 首先是恐嚇性的指紋財政 還好很幸運的 就是說在電腦打字的那一張 恐嚇字條的背面 那我們踩到了三枚子 只不過比對耗持費力 因為當年指紋電腦自動化比對 系統才剛上路 資料庫建檔不多 只能靠人工一枚枚比對 檢警跟時間賽跑 恐嚇信中歹徒提到 主縱火 副操控等字也 沒有專業知識的人哪會曉得 加上指導用水銀抗動開關 跟TNT火藥增加危險性 研判歹徒很專業 跟這個爆破有關係的人 大家都把他列進去 調起這些人的相關人員的 口卡 指紋 所謂的來這樣比對 離職的員工當然這個也會有 同時檢警公布疑似顯犯畫像 希望民眾指認提供線索 麥當勞裡面的員工 有看到可疑的人的這種情形 依照他們的描繪 然後找一個畫師來畫 各種方法都做了 都沒有好消息 麥當勞總公司寬達跟警方 寄出當年史上天價的破案獎金 警政處一千萬加上寬達公司 六百萬乘以二加倍就是一千兩百萬 所以總共是兩千兩百萬 兩千萬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三十坪左右的公寓 差不多是大概兩百萬左右 八十年八十一年左右 差不多那你看兩千兩百萬 可以買幾千 案發以後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裡面 陸陸續續大概接到 有四五百公的這個檢警電話 那我們過例的大概好幾百個人 經過指紋比對排除掉了 黑夜又白天 一天又一天過去 瀰漫在恐慌氣氛中 直到快一週之後的那一天深夜 一名男子喝得醉醺醺 跑到刑事局說要找警察 他說他知道這個 麥當勞爆炸案是 什麼人做的 他說他的朋友 剛剛在跟他喝酒的時候 他就講說這個是 麥當勞爆炸案是 是我做的怎麼樣怎麼樣 三星半夜的 然後又喝醉酒 我們開始是 半信半疑 好 當年為了高達 兩千兩百萬的破案獎金 有多少人是搶著提供破案線索 而當中又哪些真哪些假 最後通通被一一排除 更何況是 這樣一個喝醉酒的人 他說的話可以相信嗎 但是因為他指名道姓 說得非常的具體 非常清楚 警方就把他說的這個人的資料 給釣出來 一看陳希傑大安高工 配管和畢業 海軍艦艇下去退役之後 他從事的是水艇工作 他沒有前科 而這樣的一個人 他有可能是犯下 麥當勞爆炸案的主嫌嗎 還記得在紙條上面 警方有踩到指紋 拿來一比對 竟然吻合了 警方雖然立刻上門去逮人 但是還是晚了一步 陳希傑跑了 他在逃亡期間 他寫了兩封信 一封給媽媽 一封給當年的警政署長 莊恨黛 他說 他原本只是想要錢而已 他沒有想要炸死警察的 他不知道如何表達他的歉意 他可能會結束自己的生命嗎 刑事局值班外勤隊的同仁 對檢舉人做了筆錄 根據公述 麥當勞爆炸案可疑對象 叫做陳希傑 過去念配管科 現在是一名水電工 但他沒有爆破相關背景 當時接到這個電話 真的我是他抱著是滿大的希望 這個人檢舉一定是經過我們 外勤政他對的同仁 他是去了解 這個可靠性有多少 林鐵比至今印象深刻 一顆心七上八下 由於早年一男都會按耐指紋見檔 趕緊把陳希傑的資料調出來 結果 就是姓陳的這個 刑事局幹員二話不說 趕到陳希傑位在中和景平路住處 埋伏歹人 結果只看到他 菲律賓籍女友羅莎 那他人呢 跑到頂樓 然後從另外隔壁洞的大樓 就跑出去 羅莎說當初陳希傑去菲律賓玩時 認識了他 兩人情投意合 羅莎後來在台灣的桃園上班 感情穩定的兩人打算結婚 他眼中的男友斯文老實 而陳家仁也不相信陳希傑 會犯下驚天動地的社會大案 突然報紙 報出來說 他的兒子做了偏大的事情 當然整個家庭都亂糟糟了 那怎麼可能是這樣的 他們也一直在 怎麼喊冤啊 他們家人講的來說 都是很正常啊 甚至也會幫他媽媽洗碗之類的 就正常幫他媽媽洗碗 對… 沒有什麼預裝 糟了 消息噗光 媒體紛紛大篇幅報道 麥當勞爆炸恐嚇案 嫌犯就是陳希傑 但檢警千辛萬苦辦到這一步 卻像是斷了線的風箏 這會的雜音又很多出來了 你這樣不小心啊 人跑掉了 以後很難抓了 搞不好以後會自殺 什麼樣之類的 會偷渡了 主長 聽說這個事情之後 一個禮拜也沒有回家 也沒有回辦公室 他們都還是一直在外面 一直在收證啊 所以說他們的壓力很大 尤其幾天後 警政署長跟陳媽媽 分別收到兩封信 最後都署名陳希傑絕筆 台山倒海的壓力 朝向監禁來 第一個結局主導說我真的不是想要殺人 我只是想要要錢 他是因為要跟菲律賓女友要結婚嗎 需要錢 那麼誰給他媽媽的表示後悔 他是說我當完兵以後回來 就是說也沒有什麼一事無成之類的 很不好意思 這一次又做了這一件事情 如果死的時候他要兼器官 搞不好真的要去自殺 十天過去了 沒消沒息 檢警憂慮 難道現功盡器了嗎 他們也是怕說 要是真的 如果就被人家 自殺掉了 被人家滅口了怎麼辦 就完蛋了 一個線報進來 案件露出曙光 陳希傑有個朋友 韓哲明 是開計程車為業 之前從事土木工作 他跟陳希傑合作 松山機場的工程案實認識 兩人互動很頻繁 秘密證人檢舉說 他跟什麼人有 就是韓哲明有這種聯絡 他們有跟我這個 申請那個監聽票 所以要監聽這幾支電話 從監聽內容 警方得知 潘哲明接到了一通關鍵電話 對方急著要他上 新店山區一趟 警方跟肩潘哲明 他開著藍色計程車 先去買了便當 接著就往新店山區開 遠景跟車在後方一路尾隨 他們是說他們有 機高臨下有監控 有監控 怕說被他發現 就在新店山區裡面 見機不可施警方決定 扶小攻堅 陳希傑 他因為他會製造爆裂物 製造五六顆 他說只有四顆出現 還有兩顆什麼還沒爆 他們是怕說他們身上 有這種很強的這種爆裂物 要抓人的外勤單位的 通通都已經在現場等候了 已經都在那邊蠻魚好了 只有我行事局長 李玉君 還有好像他們幾位的 他們行事局服務院的人 就待在這個會議室 他們那一邊看看有什麼好消息 就是回報過來了 遠景全部武裝部署好 可是夜深人靜怕動作太大 聲響得外清楚會打草驚蛇 特地找來鎖駕開鎖 三點多的時候 他們人員都已經在那邊蠻魚好了 蠻魚好了之後 好像聽說是四點五十分 四點多鐘的時候 他們說要攻堅 那邊開了三道手進去 那分別在整齊捷 還有蠻魚的這一種房間裡面 就抓到了 他措手不及根本就 就不會 人家說不會一邊一彈之類 就是這樣的 第一隊的隊長叫鄭欣民 那就馬上就回報什麼 把個機場抓到了 抓到了 好 終於抓到人了 但爆炸案真的就是 這兩個人他們做的嗎 潘哲明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 陳希傑他是一個水電工 這兩個人有那個知識 那個能力做出這樣 殺傷力強大的水移炸彈嗎 陳希傑跟警方說 他是自己跑到書店裡頭 買書來開 然後再到中華商場的化工行 去買材料 而至於TNT 則是潘哲明他在公民部隊 當兵的時候 趁著演習從部隊裡頭偷出來的 他們一共做了十一枚的炸彈 甚至還曾經在新店山區 釋報過了六名 不過這些說辭可信嗎 在他們背後 真的沒有証定嗎 陳希傑你做的事 你自己後不後悔 當然後悔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 要對你媽講 對不起 這案子有沒有其他的共犯 沒有 那你這個屋主 這個朋友的話 他知不知道這個事 他不知道 Rosa知不知道這個事 我不知道 陳希傑解落往後 切割所有人揽下責任 但警方懷疑 潘哲明的角色不單純 你跟陳怡姐是怎麼認識的 以前我做那個 通目工程的時候 他幫我做事認識的 那有關於爆炸案 他有沒有跟你講 有其他的共犯 他的爆炸技術怎麼學來的 據我所設計 就只有他一個人 那他爆炸技術哪裡學的 他好像是說 吃掉就是什麼 圖書館還是 結果說他找來的 這樣子 警方逮捕兩人 搜索後看到陳希傑 逃亡用的乾糧帳篷外 更發現電池電瓶 跟一批書籍 包括十萬個為什麼 跟導引武器控制系統 當中化學原料引爆原理部分 更畫上紅線 寫下註記內容 但兩個人沒有相關包括背景 看書自學 就能做炸彈嗎 測驗他們兩個人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這個能力 來做這個炸彈 帶回鹹素體系 然後你馬上弄一些材料 給他看看到底他怎麼做 確實是有這個能力 就炸彈出來 警察出 陳希傑潘哲明 案發前四個月 就到圖書館查閱爆破書籍 有潘哲明 提供從軍方偷出來的 TNT火藥 陳希傑負責買材料 潘哲明設計製造炸彈的電路板 再交給陳希傑把化學原料 帶回家製作 而且犯案前 曾前往山區釋報了五次 技術成熟後 兩人在案發前又做了七枚炸彈 拿一枚到新店 本城工地旁釋報成功 緊接著挑選麥當勞下手 勘查幾間店後 有潘哲明開著他的藍色計程車 在四月二十七號晚上 開始放置炸彈 並且打電話恐嚇 抓到人以後 第一個偵查動作一定要去證實看看 他到底講的 跟他的實際上做的 是不是互聯 所以說這是我們去模擬的 這一種重點 那麼當然 有請刑事局的人把它帶出來 然後我檢察官也到現場 然後就在那邊 比如說你當時 是怎麼樣把這個放上去的 這個構成叫他做 他本來要選擇溫定 或者說肯德基 但是因為剛好它的天花板是密封 你根本就推不開 它就等於是整個是密封的 或是固定的 你不是說這樣一格一格可以推開的 那只有呢一發現呢 只有這個麥當勞它是 它天花板是這樣設計的 而且為什麼會選擇民生店呢 據了解好像民生店也是他們 麥當勞第一家的機器 而且呢他選擇在二樓 因為二樓的那個 南廁所的地方呢 基本上人比較少到那個地方 而且比較算是 比較不引起人家注意的地方 事後檢察官查出 總共製造的七枚炸彈 一顆誓爆之外 四顆拿來犯案用 剩下的兩枚分別丟棄在內湖跟 木炸的橋下山溝 所以你為什麼會跳上麥當勞 選它來做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很多原因 日本也是目標之一 為什麼有什麼 這兩個國家都不是什麼 在做筆錄的時候 潘澤敏他有講到說 他曾經聽到 陳希傑在罵日本人 在罵美國人 你有要結婚嗎 沒有錢 所以說出此下策 實在太糊塗了 做了這種人神共憤的事情 大概從發生到破案 回到一個月的時間 但是也因為他的犧牲 他激發我們 對於辦案的這種爆發力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 把這個案子給整個 告為他們的犧牲 儘管陳希傑聲稱 恐嚇線上有說 水銀開關炸彈一動即爆 他沒有傷人意圖 還是釀成一死四傷的殘居 強烈TNT炸藥 還有這個水銀開關 而且又是放置在這個人多的 這一種餐廳的地方 這個行為太可惡了 所以說我們認為不足的原料 不過他那個都是謝哲之詞 就是怕被判死刑 他才這麼講 檢察官以殺人等罪 起訴兩人求處死刑 然而最終法院判決 陳希傑無期徒刑 潘哲明十五年六個月 有期徒刑 好 法官最後沒有判死的原因 是因為法官認為 這兩個人在放置炸彈的時候 在現場有留了指條說明 所以他們沒有殺人的意圖 但就是因為沒有錢想結婚 陳希傑竟然費盡心思 製造出這個殺傷力驚人的炸彈 讓台灣的警戒 失去了一名優秀的人才楊繼章 在殉職當年 他才二十四歲 當年意外發生前 楊繼章他準備報考 中央警官學校 他有一位論起婚嫁的女友 他的大好人生正要展開 但卻毀在貪婪自私的炸彈客手上 這些照片平常都是把它收起來嗎 不可以讓媽媽看到 不可以讓媽媽看到 為什麼 不看 喪子之痛 要花多久的時間撫平 對楊繼章的爸媽來說 太難 太難 對楊繼章的父親楊文光 國安局人員退休 過去也是防暴專家 每每化險為宜 安然退休 萬萬沒想到 小兒子楊繼章 緊專畢業後 從保衣總隊 借調刑事局特役隊 才剛踏上防暴之路不久 卻在任務中殉職 楊繼章的遺物 收藏在世界警察國務館中 他的準考證旁 楊爸爸寫下的文字 讓人鼻酸 4月28日壯烈殉職 報考中央警官學校 宿願未長 空留下一張準考證 憶恨前骨 楊繼章走後 留下傷心欲絕的雙七 也留下了她深愛的女友 我在流淚 我在流淚 沒人知道我 就看到殉職員警的一些名單 那我就站在那邊看 就看到有她 就看到她當時穿的那件 被炸爛的那個防暴衣 整個人就呆呆的 就站在那邊就這樣子看 我在流淚 事發前一年 蘇佩的高中好友 介紹她跟楊繼章認識 楊繼章外型高大帥氣 雙魚座 不過浪漫又害羞 讓蘇佩很喜歡 那個其實是在我出道之前 那那個時候其實 怎麼講啊 就是那時候就很單純的交往 那我發生那個事情之後 其實我也很傷心 我甚至在上台表演唱歌之前 我都還在哭 那一年蘇佩準備出道 當電視中播出 麥當勞爆炸案新聞 他的世界變了調 本來兩個人論其婚嫁 無奈命運捉弄人 從此天人有隔 因為麥當勞爆炸案催生了真五隊 提高了刑事局的危險假期 為了表彰楊繼章 他競勝一線四行 他是第一位入市中列車的警察 麥當勞為了避免爆炸案 類似事件再發生 對所有店面做了這個改善 事後當然也把這些天花板 全部改成密閉式的 楊繼章的犧牲 寫的教訓 換來警察同仁在防暴處理的改進 與危險夾績的提升 防暴人員的一個夾績方面 也就是因為他們危險夾績 也就是因為這個案子 也在提升了一些 楊繼章那個案子之後 國內幾乎沒有防暴人員的訓練 所以長實在 他也是給我們做一些 等於是提醒 這個付出的太大 用生命的犧牲 然後提醒大家 要注意到這個 所以從楊繼章案之後 國內目前在防暴人員 是臨時亡的 楊繼章成為國內第一位 入寺忠烈慈的警察 並追進一線四星分隊長 楊爸爸望著家中牆上的照片 儘管不捨 但對兒子展現的英勇精神 滿臉驕傲 警戒來講的話 是一個楊是一燈 楊 deux 楊 deux confined